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豪 我是Lolo Lolo Lolo your boat 今天我们就是bo lo到哪里来了 bo lo到黄埔甲 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背景吗 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海 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呢 上海庄州 上海庄州的一个大雪 是吧 Momentcore 登登 主播品牌就是玩的越来越花了 大家请看这个发发 那有这么酷的审美的Momentcore 今天的20周年大秀 也有一个很酷的主题 叫做girl 不是英国人的girl 也不是valley里的girl 而是特立独行的girl 其实在Momentcore20周年的品牌生涯里面 她都是聚集了一群超级酷的 来自各行各业的女孩 今天晚上应该也可以在秀场上面 看到她们的风采 而且今天秀场上面 还会有很多大明星 就是巨星 听到她的名字啊 哪怕两次在非洲办 我都会知道 请大声说出她的名字 张曼玉 是的 想一读就是张曼玉的风采 我之前听见过她的人说 就是张曼玉走进一个房间 整个窗户都在震 真的吗 所以我很想看一下 她是如何要整个场子震起来的 那今天晚上 张曼玉就要和我们一起共读 more and cold的风采 在我们出发之前 还有一个东西 要给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呢 是我的辅导吗 登登登登 就看到了一个神秘的黑盒子 让我们一起打开它 是一个黑色闪片流苏的晚宴包 很酷 对 可以给你做刘海啊 可以吧 那这个很美丽的流苏小包 也可以当刘海假发使用的 我们就远给一位逼姬好吗 我觉得她很适合用来搭配 more and cold他们家那个高端线 nois系列的各种晚礼服 那说到晚礼服 给大家来outfit check一下 我今天穿的里面这件 是来自于more and cold nois系列的一件 但是我把它藏起来了 因为我觉得有个性的女性性感不外露 我在外面套了一个更加锋利的 这样的七皮质感的一个小夹克 今天也是万千more and cold 酷女孩当中的一个 那你今天的装扮是 我的装扮就是干纳塞 我知道那个 当我又要来嘛 然后呢 品牌就给我定做了一身 这个丝绒的连体 但我想到了我在干纳装扮 哇 品牌给lowlow定做 我是自己搭的 它会看出来了 但是很好看 因为它这件黑丝绒的西装上面 其实如果你试看 它是有那种星光点点的 小闪片的 有一些撒金的那种效果 你才跟我说了 这是一件超级 然后呢 张佩玉跟我的战录也一样 张佩玉也一件 定制的衣服 我倒要看看那个 张佩玉要穿哪个 还蛮期待的 真的蛮期待的 很久没有看它出来了 对 能把它请出山的中国品牌 真的厉害 谢谢Moyco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有眼福了 对 那话不多说 BBG跟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吧 我现在呢 在Moyco二十周年的大秀现场 在我旁边的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秦兰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秦兰 今天呢 这是一个酷girls and coolboys 大家在一起的聚会 你看你也很酷 哦谢谢 今天我是 也是帅帅的感觉 很舒服 是的 那说到你的这身套配 你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这套洛克林感来人吗 其实今天就是很简单的牛仔搭配 但是我有个小巧心思 就是扎了一个高腰的这样的腰带 然后它会觉得那个上身的比例 跟下身的那个比例划分特别好 可以把这个扣子稍稍的这样开一点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这种像马屑一样的靴子 然后它的高度是特别能够显你的小腿 可以拉长你的比例 虽然看着这一身 没有过多突出的亮点 但是很多细心的小巧思在里面 亮点们那不是您的脸吗 谢谢你 你今天穿的也很亮 谢谢 说到我们这个非常酷的大派对 你对于酷这个字是怎么理解呢 你觉得它表达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它是一种态度 然后是一种 尤其是女生酷起来是一种很强大的气场 可能不需要语言 它就能传递给你很大的能量 有震慑力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酷比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紧 然后现在很多女生都喜欢做酷哥儿 然后男生也是酷酷的 像你刚刚说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可以很酷 不管你是什么性别什么年龄 你觉得随着阅历的增长 酷的定义对你而言说有发生变化吗 当然有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成长 能自己感受新鲜的事物 包括你的状态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 我觉得酷就是自由的 洒脱的松弛的 且有力量 嗨 我们现在来到了秀场 一个非常酷的秀场 整体的就是像一个black box 对 对吧 对 像一个拍摄的那个暗影房 一会儿模特就会从我们面前的这条 人尾上面走过 对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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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酷这个词对你来说代表你什么 我觉得酷这个词对我来说应该是不必抱歉的就是词 那随着阅历的增长 你觉得你对酷的定义有发生改变吗 随着年龄也好 阅历也好 变成一个更大更成熟的人 可能会在意的东西需要越来越多 但是我觉得那种对自我的坚持 我觉得是不需要被改变的 那在今天的秀场上面 有很多美丽的衣服 看完秀场你的感觉怎么样 有哪些造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今天Moco的风格特别强烈 我自己是很喜欢大扩形的西装外套 自己也在穿 然后今天有看到一套红色的西装 它颜色很明艳 剪裁 扩形都很帅气 在图片上真实生活里都很好看 那你其实你平时 这个造型非常百变的一个酷格 在本次Moco 它是一个秀场跟影视展 就同时存在的一个场景 我在楼上看到了一张你的肖像照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当然你在拍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 在拍摄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一次特别能够释放的拍摄 就是把内心的一种 可能叛逆的精神也好 或者是当下的那种想要表达的欲望 我觉得都是通过我们的拍摄去展现出来 所以很舒适 整个呈现的效果让人感觉到你自由的灵魂 谢谢 我们现在已经看完了Moco的20周年大秀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人身鼎沸 整个城市好有火力 我觉得整场秀 它的编排 它的布置 它的走秀 它的 casting 它的衣服 呈现得非常的完整 对 而且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些表现手法 比如对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很有阔形的大衣底下 它是那种流苏的裙子 这种软硬结合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挺让人印象深刻的 而且它的表现手法并不单一 比如说你刚说到流苏元素 它有用皮革切割成的流苏 它也有闪片的流苏 而且它流苏还有就是搭在手上的一个大围巾 整体给我感觉是个非常成熟的手法 非常老练的一个品牌 我非常的惊喜 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品牌身上 能看到这样国际华的视野 以及非常高的一个段位 而且很惊喜的是 秀场上很多单品已经开卖了 比如说 我这些是没有的 有些大衣 然后有些牛仔衣 它是可以直接买到 大家可以去店里来看一下 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先去休息了 明天见 Goodbye,Shanghai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昨天晚上我们看完的时候 今天我们又重新回到 这个非常洋气的Photographies car 你的发音就很洋气 是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他一晚上把那个秀场变成一个展览 就是这么酷 中国速度就是这么快 对 秀展一提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虽然刚跑完米兰时装周和巴黎时装周 我想说的是 跟上海时装周比起来还是差一点 差一点速度上的较量 那现在大家就跟我们一起去检验一下中国速度的成果 走吧 其实这个空间是我们的一个我们叫影像的archive档案团 比如现在好像很简单 我们这个空间是欧马 欧马建筑事务所 就是写荷兰的 欧马就协助我们去呈现的 其实那这条桌子是一共有16米 每5米就是我们的5年 哦 我们把一些我们的一些important的moment 就分享出来给大家 嗯 有些语言是必须要说出来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这里就沉浸式的看一看就好 这条桌子是很早很早就启用了世界潮模 2011年的时候就启用了Fregia 我相信Fregia也是很多人的时尚启蒙吧 反正我那么喜欢穿西装 就是因为看到他穿西装超级酷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喇叭状的一个装置艺术前面 在这里有一个美国埃塞俄比亚籍的音乐人 Vocal也特别有意思 请他来哼唱一段歌来描述他自己 然后随着这个装置的逐渐缩小 你真的感觉就是走进了一个音乐创作人的内心 很多不是那种表面上的布格 比如说好像Elena她是一个Modern Dancer 其实这些人可能她并不是那种很摇滚法的 但他们对我来说好像我看到Elena跳舞 我都看到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张扬着 就那种感觉是我们女性好像完全被制放了 对 你看这不就是一种我们所说的那种精神吗 她的力量是在你的里面散发出来的 我觉得你们花了很多的篇幅不是在聚焦于品牌 而是品牌周围聚集的这一群 就是有影响力的或者说有自己性格的女性 然后拿自己的平台出来来传递一些信息 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为了这个人群 或是为了这群同伴 大家有更多的体验 就是你做的在做这些也是值得的 好了 我们现在展览已经看完了 是的 从昨天到今天也算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体验 上海时装牛的一天 对 非常兴起的体验 因为在昨天秀场上面 可以看到Morning Co在20年间 最代表性的时装单品 然后在今天呢 又看到了这些时装单品 被那么多帅性先锋 时髦的女孩来演员 酷格 对 让我蛮吃惊的 在20年间把一个品牌的形象做得如此的鲜明 对 这也是让我很兴起的一点 因为我看到有实力的中国品牌在认真的做Branding 其实之前并没有很多的接触到这次是给我一个全身性的震撼 我觉得很好 然后整个体验感非常棒了 因为不光看到了美丽的衣服 还结识到了很多的酷格 还看到了曼玉 哈哈哈 她也是酷了一辈子的女神 是的 好了 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在责任区留下你对酷格的理解 或者在本期视频中你看到哪个女孩最怕 啊 告诉我们一下 如果你觉得看的还开心的话 就请BrandingTV 我们点赞 转发收藏评论 都可以关注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